6月9日,2015上海电视节期间,作为成立最早,运转高效,购买活跃的电视剧采购联合体,第一购剧联盟在上海召开发布会。 作为联盟成员,来自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深圳、山东等地电视台高层悉数到场,将地面频道对定制剧的需求方向悉数到来。 自去年广电总局一具两星的政策实施以来,为应对卫视频道及新媒体视频网站的双重夹击,地面频道采取抱团买剧策略, 期待缓解购剧压力,而随着监管政策、媒体格局以及电视剧制播行业的不断调整,各层面播出平台兴起了又一轮采购编排的创新。 第一购剧联盟成立的第一年度就取得不俗的成绩,在上海产科一生夺得2014年上海电视剧频道黄金剧收视冠军,英雄季更是成为上海新闻综合频道2015年的收视冠军。 上海广播电视台影视剧中心党总支书记袁叶明坦言,在当前环境下,地面频道竞争激烈,有背负收视率的指标,抱团之举正是希望地面频道能够买到更优质的电视剧。 我有加强于在座的各位业界精英的紧密合作,锁定优质的局部,提前进入定制,抱团区的方能抓住,一举两星开始下,就给我们的机遇,把地面正起下火,走出新的格局和天地。 夜死娱乐新闻中心上海报道